其实我在上一次拍这辆EQC的时候 就发现它的内饰 特别是晚上的这一种 它的一个氛围光的光效 是非常好看 很有未来感 然后今天晚上呢 据说奔驰会发售它的全球的最新的EQS 这也是奔驰EQ系列第一次发行的轿车 我也很期待说它的一个美学设计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当我进入会场的时候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辆Vision AVTR 它是奔驰从好莱坞电影阿凡达中 汲取灵感以后设计出来的一款概念车 当我触摸到它的那一瞬间 仿佛整个会场都安静了下来 我似乎走进了一个二十年以后的未来世界 眼前的轿车 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有生命的坐骑 当微风拂过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 轮毂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阿凡达的生命之术 就好像它能够吸取自然中的天地元气 成为行驶的动力 在夜晚拍摄这辆车的时候 马上就让我联想到了潘多拉星球 许多植物和动物都会在晚上发光 营造出奇幻美妙的美感 Vision AVTR遵循了梅塞德斯EQ电动品牌的设计理念 那就是将美感与数字化元素相结合 通过超前的未来科技 诠释先锋豪华的设计 当晚的重头戏自然是梅塞德斯EQS的发布 我也非常荣幸受邀成为国内第一批拍摄真车的摄影师 奔驰EQS的设计美学还是吸引着我 一体成型的超大Hyper Screen 纯白色的内饰搭配异异声灰的LED光效 仿佛是坐进了一艘宇宙飞船中 流线型的外观搭配麦巴赫式的撞色 沉稳而不是运动感 一边拍摄的时候 一边我在问自己 我理想中的轿车会是怎样的 或许梅塞德斯EQ就是那个答案 其实参加完了今天的这一场发布会以后 我最大的感触是 奔驰真的是一家非常勇敢的公司 它敢于创新勇于做梦 但是在这之上更厉害的一点是 它们居然能把这种对于未来世界的美丽愿景 落实到现有的产品当中 这一点让我着实很钦佩 在今晚的这一场拍摄过程当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当然还是这一辆Vision AVTR 那我也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和这一位来自于德国本部的设计师有了一些沟通 我也了解到说 其实这一辆阿凡达的概念车 它除了外观特别炫酷之外 它里面的内饰所用到的一些材料 也都是于来自海洋的回收塑料 以及森林当中有一些废弃的木材所做成的 这也可以看出梅塞德斯奔驰这家公司 对于未来对于地球 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景的 那今晚除了这辆新发行的EQS之外 我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奔驰还会在今年在中国市场 新发售两辆全新的EQ全电车型 那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梅塞德斯奔驰EQ这个品牌 它做电动车 是真的开始花心思 然后动真格的 那经历了这一晚的奔驰EQ之夜了以后 其实我也对于豪华这个词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我觉得只是把好的材料给堆砌起来 它并不能够构成豪华 真正的豪华是对未来负责任 对地球负责任 以及坚持可持续的发展 好了那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我也有点累了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